今年的面板業也是面臨了斷崖式的衰退 群創總經理今天受訪的時候 他這樣說 他說大環境越亂的時候 我們的心要越安定 反向去思考我們要做什麼 所以面板業其實近幾年都在突圍 群創他們現在就結合餐廳要搶攻氏族商機 友達則是有一個沉浸式的模擬艙 賣到海外的遊樂園 11月開打的氏族賽 看餐廳大電視轉播更精彩 也成了面板業show time 面板廠也要搶攻足球迷的荷包 群創聯手咖啡廳打造了這片智慧落地窗 如果今天是陰天可以維持採光明亮 而如果是晚上想要隱私或氣氛 還能自動調暗 群創第一次插起餐廳 大秀非顯示器應用 這16片不只是玻璃 而是結合液晶薄膜技術跟物聯網自動調光 當已經變暗可以吸光吸熱 西曬房也能跟窗簾說再見 電子質它可以省電節能 同時又可以減少人工降低成本 那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對的一個green product 那所以群創也從只是零件供應商 變成現在的模組跟系統整合商 吸引球迷造訪餐廳還得做出差異 這一片數位畫廊幾乎不會反光 把藝術結合零售扛過高層減薪的不景氣 外在環境面對很多挑戰 那我們主管自己先擔起這個責任 降低公司的成本 一部分是自我提醒 在20米球形飛行劇院裡模擬翱翔天際 另一家面板大廠友達力拼圖尾 則攜手智威打造LED沉浸式模擬艙 支援12K畫質是最新遊樂園的遊樂設施 技術層次提升更棒的是需求有望回溫 法人估2023年全球電視顯示器筆電面板出貨量 將分別年增0.8%到4% 看好第三季已是面板營運谷底 東森財經新聞吳伯彥留置在台北 採訪報導